大家好,我是翔哥 今天儿时他婆婆又想吃肉 给他做一个红烧肉 今天我花了35块钱买了一块上等的五花肉 比较的瘦 先用喷火枪将猪皮表面材力的猪毛烧一下 尽量烧的焦一点 也能有效的去除猪皮表面的腥味 烧好之后下锅 将肉焯一下水 接着将肉用漏勺捞出来 用菜刀刮洗干净 就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再将肉给刀 先切成厚片 然后再转过来 切成小方块 大小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 切好之后装盘待用 接下来准备一些香料 香叶 八角 桂皮 少许的小茴香 先将锅烧热 倒上切好的猪肉 开中火 煸炒 将肉块里面的油全部煸出来 当然也可以用油炸 在家里面的话不建议用油炸 接着将肉倒出来控干油 再次起锅 少加一点菜籽油 下入几粒冰糖 开始炒糖色 不停地搅动 也可以用水炒 变成枣红色 冒泡泡就可以了 倒上肉块 香料也倒进来 香料也倒进来 再翻炒一下 接着倒上半瓶的啤酒 如果家里面没有啤酒的话 直接加清水就可以了 再用勺子搅炖一下 再用勺子搅炖一下 防止粘锅 加两片生姜 少许的葱段 再来少许的生抽酱油 锅开之后转小火 盖上锅盖 蒙30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好了 揭开锅盖 看一下肉已经绵了 接着我们将里面的香料 用筷子挑出来 加上少许的食用盐调味 再加少许的 青蒜苗 如果喜欢吃土豆的 也可以加一点土豆 开中火将汤汁收干 出锅 装盘 今天想哥分享的这个是 红烧肉的做法 红烧肉其实有很多种做法 也可以用豆瓣酱 加红曲笔 做出来的颜色更加的漂亮 我是想哥 如果你觉得想哥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 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你也讨厌 我也讨厌 你也讨厌 我讨厌 你是想哥 你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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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算他吃完了又